昨天是台海非常热闹的一天 台军一架法国制造的幻影2000战机因为故障吹函 还有一架同款战机返航时 轮胎漏气 卡在跑道上 但台海真正的热闹不在于这个事情 我们此前多次说过 美国在军事力量运用方面操作娴熟 这次也不例外 3月14日 是我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的日子 军事配合极限施压 是美盟的老套路了 这次也不例外 选取的施压位置依然是台海 因为只有台海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神经 但话说回来这么久了还不了解中国人个性 同理 见面之前也让外媒放风 说我们给俄罗斯提供了装备 提前施压 老套路 从3月13日起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阵地位置 在冲绳以东的菲律宾海海域逐渐难移 14日位于以那国岛以南 并起飞F35B隐形战机 在台岛北部E3E警指河机指河下展开演练 剑指台岛挺台 兼入钓鱼岛挺日 同时台岛南部EP3E挣扎机和P8A反简巡逻机 在KC-135加油机岛杖下进行侦察活动 与此同时 美尼肯号航母也在冲绳周边 形成了两面夹击台岛之势 同时展示挺日立场 行动代号 高贵融合群演二阶段 具体演练科目遥 封锁公共海峡与巴士海峡 打击陆地目标 海上目标 联合登岛作战等 3月15日依然保持了这个态势 业度力度还在加大 其后续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还有3月20日 是美国航母百年纪念日 宁可号怎么庆祝 玩出点新花样 日本也在庆祝 接收首架阿Q4P全球鹰无人机 3月14日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沙波什尼科夫 元帅号驱逐舰543 克里洛夫元帅号导弹 测量船331 三艘击落机潜艇 一艘远洋多船 和一艘破冰船通过宗谷海峡 进入日本海 此期2月12日 美国一艘弗吉尼亚级 核潜艇闯入俄罗斯 千岛青岛领海 正式被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 反潜舰通过适当手段驱离 海军也在近处 掉了幻影2000 总共掉了6架 连带损失了4名飞行员 同时3月16日至3月17日 海军将在距大陆16公里的 东引岛进行十大演习 就像此前预测的 台海风云还会加码继续 我们必定有效应对和反制 南海方向西山海战30周年当天 我们万吨海警船5901 又去了万安滩 同时菲律宾说 我们2月份自由航行的舰艇 非法入侵菲律宾 群岛水域 那是国际水域好不好 舆论法体攻防方面 我们再就美国在乌克兰实验室 欺问美方 下面看一下俄罗斯那边的情况 北约本年度最大规模军演 寒冷反应2022 于3月14日起 在挪威全面展开 来自27个国家的3万名士兵 将参加此次演习 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 也将参演 北级方向威慑俄罗斯 此前3月12日 兵上演习2022ICEX中 美国海军洛杉矶级 攻击型核潜艇派萨迪纳号 在北极波福特海破兵上浮 3月15日 美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 依旧在地中海部署 此前3月12日 美海军杜鲁门号航母CNV-75 与法国海军戴高乐航母R-91 在埃奥尼奥海 进行跨甲版互操作演练 3月14日 美空军两架B-52H战略轰炸机 在乌克兰边境上空绕圈圈 双方牵制而已 对于俄乌冲突快结束了 美盟别加息了 连俄罗斯的狗都制裁 你们真行 同时 乌克兰射出的原点U级树炸弹 被防空导弹拦截 随便掉落 对涅塞格式中心 导致包括儿童的26个平民死亡 多人受伤 根据曝光的电报群聊天记录显示 大概梳理 群里有组织策划 古东当地平民12点 到顿捏斯克市政府附近有活动 乌克兰对准顿捏斯克市政府 定位发射战术导弹原点U U型导弹在市中心上空 被顿捏斯克部队的防空导弹拦截 随便坠落 导致严重平民伤亡 世界风云变换 今年的乱局 更是会下沉到军事领域 和平的祖国 让我们雄环忧患 激励奋斗 美蒙时压演练情况 我们会持续追踪 敬请关注